从第三开始先看一下 然后看看一般题目说明好像都要跳过来 其实就是大概知道意思了 然后可能二的话大家注意一下 因为它说一定要需要用这个import mass 并且使用mass.pi这个是固定的 渠道小跃点第二位这个也是固定的 所以按照题目的要求 然后假设我们做出来结果我们来看 基本上我们就可以假设 将来考试的话会有个题本 题本的话就长得像这样的一个题目 它会列印出来A4s给你放旁边 你可以照着上面的讯息去做就对了 所以呢 那如果说把它程式写完之后 大概五行嘛 执行一下 那执行的话呢 在这边直接输入 假设输入什么呢 输入是输入10的话 输入一个10 要得到下面的结果 我们来按enter 10 enter 你会发现哦 OK 这个把它放大一下 如果输入10 输入10 得到的是不是下面的结果 看一下 跟这边一模一样 那表示应该OK 那再来在执行 在输入什么呢 输入2.5 enter 得到的话呢 如果也跟这边的 这个看到的结果也会是一模一样的话 那表示应该就八九不离十了 你就可以把你最后的这个程式存档上传云端应该就可以拿到分数了 OK 不过呢 可能要特别小心的一点就是说 其实我之前的心得是这样 最大的问题 城市都没有错 但最后我发现 之前我刚才做了错很多就是因为这个空白 这边空白 这边说 这边是有个空白哦 这边也有个空白哦 也就是那个等号前后都有空白哦 那它的那个评分哦 空白也会是这个评分项目之一 也就是完全要照它一模一样哦 所以如果你这边看到 假设这边有空白哦 你将来这边一定要空白 如果这边没有空白的话 它就算你错哦 所以有的时候我发现城市都没错哦 为什么一上传就是出错变红灯哦 原来就是空白 就是这样子 OK 所以以后这边小心 如果你城市没出错之后哦 然后再检查一下 看看你那个空白有没有空白对位置 还有后面不能空 不要空白你不要没事多空白多一个少一个都不行 其实最大麻烦就是 如果这个问题 都有注意到啦 我觉得这个考试好像也才也蛮OK的哦 那首先的话呢 我们按照那个题目的要求啊 大家知道这个状况 接下来的话我们城市该如何撰写 OK 首先第一个 因为题目有要求说一定要什么 一定要in import那个mass 所以我们其实可以把这个in importmass打在上面这里 所以以后的话呢 如果你要使用那个外部的模组的话 那这个mass本身它已经帮你安装到那个python内部了 已经有了这个还是 这个还是酷 有 但问题 它没有直接帮你载进来 所以如果没有预设载进来 你将来用的话 你可能上面就是要写一个in importmass 这个动作 OK 有点像什么 这有点像争议 这有点像争议 Essal里面的函数 也有个数学函数嘛 那那个数学函数是已经先帮你装好了 像这个也是一样了 已经装有了 但只是多一个动作in import就对了 所以以后要in import 那再来的话呢 它要in这个输入 输入什么 输入10 输入2.5 那也就是说呢 它可能输入的这个数字的话 可能有小数点 也可能没小数点 因为它告诉你2.5 是可能有小数点 所以怎么办呢 特别之后 我们这个地方R等于什么呢 等于in import 所以特别之后in import的话 转过来的东西 假设输入10一定是10的双五 有没有 如果你现在假设输入这个10 它到R的话就变10 in import一定是文字啦 OK 那如果说你要把10或2.5 保留它原来的形态的话 记得在前面加一个EVAL 前刮弧就可以了 OK 这个地方的话你就在in import的前面加EVAL OK 然后前刮弧 后面加一个后刮弧 这样就OK了 它等于是说 如果你输入的是整数 它就把它保留变整数 如果是小数点就小数点 OK 那再来的话呢 就是输入原来它的半径 特别注意 这个名称 英文名称把它输入上去 那输入的时候特别注意 这个名称的话呢 我讲过 一定要是前后的小数点 前后的空白要留下 所以我们后面的程式部分的话 假如要输入的话 那我们其实可以用一个方法 就是说 我的习惯是这样 就是最好是可以照着上面的这个讯息 当然因为我们这边云端资料是可以复制 我们就可以拿来复制 如果不可以复制 这时候会有这个题本给我们 那现在云端 我就甘愿直接坎错之一 直接把它贴到哪里 贴到这里 OK 特别注意哦 注意一下前后的空白 这个边一定要空白 如果没有空白的话 它就会当成你是错误的 那后面的话呢 等号后面呢 我会需要取到小数点的第二位 有没有 它后面是取到小数点的第二位 题目的说明也有提到 所以呢 我如果要取到小数点第二位的话 那就记得在那个双引号里面 放个大刮弧 然后呢 移到中间之后一个冒号 点2F就可以了 意思就是说 我将来这边大刮弧的位置哦 我会放一个变数到这里 那你帮我把它格式成小数点的第二位 那我要怎么把变数放进来 一样还记得吧 点了吗 点format 然后 刮弧有没有 那你就把什么 把R给放进来 然后后刮弧就可以了 OK 那这样的话呢 它就会怎么样呢 它就会帮我们把那个 就是 这一个 这个10的部分 这个假设输入10好了 那输入之后的话呢 它EVO之后 它就把双引号拿掉 然后直接丢给R就是10 那10这个数字丢过来之后的话 应该格式化到小数点第二位 所以它输出之后变成10 这是什么 点00 OK 因为它到小数点第二位 OK 所以我们的半径部分就输出了 再来的话呢 我们就 再把这一行 我喜欢复制 我希望有 有些时候上面如果格式都差不多 我就把它复制 复制之后改前面这个 改成周长 所以周长的话呢 当然如果提本 上面有你就照着打 就这一个 把周长这一串字把它打上去 打在这里 记得前后一样有空白 OK 然后呢 输出 后面的话呢 format 我们就是再把周长给计算出来 那周长的公式就是2π π的话就乘上 乘上π 那π的话呢 特别是有 在这边 题目有要求 要用mess 所以就从mess 因为我们有import mess点 点下去之后的话 你会发现mess点 这边就有一串 它这个mess里面 所提供给你的相关的方讯 有没有 这边会方讯 那其中的话呢 有一个是它的属性 2π π的话 它这边叫keyword 实际上 这个π在 那个mess里面 比较精确的应该叫属性 属性 OK 那这个属性的话 白话医就是它的资料 什么资料 它会帮你记录 这个π的一个资料 里面放的资料 就是3.14159的一串 非常精确的值 就帮你放在这个属性里面 所以属性通常就放资料的地方 OK 所以我们里面就放这个圆桌率 OK 然后呢 2πr 所以再乘上r就可以了 有没有 2πr就把那个 我们的周长的公式放过来 这样就周长OK了 再来一样 再把它复制 Ctrl C 然后一样 把它Enter 贴上 然后把那个周长 前面这个字改成什么呢 改成它的面积 OK 把这个面积 这个输入上去 好 那面积的话呢 它的公式就是什么 πr平方嘛 π乘上r就半径 的平方 那π2 这个π这边有 然后π的平方的话就什么 乘乘2嘛 对不对 乘乘2就平方嘛 或者还有一个啦 π乘上r 乘上r r乘上r也是平方嘛 OK 然后r乘乘2也是平方啊 OK 所以啊 这边有好几种写法 甚至另外还有一种写法 mess里面有一个方选叫mess.pow 如果你要写 不过那个方法 我是觉得好像没比较简单 你只好有三种方法 你可以打mess mess.pow pow就是什么的几次方的意思 也就是你这边 mess.pow 什么就是r的几次方平方 那你可以用这样的方式 mess 有没有 点pow 然后呢 什么的几次方 也就是如果是10 在输入10 10的平方 那就是 就是写成这样就可以了 不过 当你可以选啊 不要选最难的 我是跟各位讲 方法很多 不止一个 所以最简单的方法应该是什么 应该乘r乘r 好像最简单吧 应该比较不用动特别的脑筋 OK r乘r就好了 不然的话 刚刚有的方法 请供参考啦 当然方法很多 尽量就找你习惯的不用记的方法 来撰写程式比较不会出错 好 那写完之后的话呢 我们这个程式104就OK了 所以其实也没那么复杂吧 你会买delay 感觉好像最难的部分应该就是习惯用format就好了 所以其实我发现主要是考你会不会用format 你执行完之后特别注意啊 可能要慢慢习惯啊 他这个一执行之后的话哦 其实他没有任何的讯息 你就把游标在这边输入就OK了 你就不要 像同学会觉得这怎么都没有任何东西跳出来 因为我上一半讲 因为input里面没写东西自然就不会有任何讯息 OK 所以这个也是我觉得他这个题目设计 比较不是那么的人性化的地方 OK 他可能也觉得说 反正就是考你会不会就这样 反正我们习惯他的题目就OK 输入10Enter 有没有 结果一不一样 看一下 应该62.83 然后314.16 OK 应该结果跟这边几乎是一模一样 如果都一模一样 那表示就没有错了 所以以后的话 假如说你要去参加考试的话 只要验证大概OK的话 那表示这个地方就会有分数了 这个的话是15.71 19.63 那都没错 那表示如果你这样写完 然后上传 这样子就得分了 OK 那请各位试试看 那待会儿这个这一题做完的话呢 接下来一样 再往下RUN 就是106公里英里转换 那这应该是输入什么 输入10 25 3 这什么 它上面有说明 10的话就是10分钟 然后第二个是Y的话是几秒钟 然后呢 3的话是3公里 意思就是说 它花了10分25秒 10分25秒 然后呢 它的移动距离是3公里 那请问一下它的时速是多少 Mine哦 时速不是多少公里哦 时速多少Mine Mine的话是英里啦 多少英里 应该是这意思吧 它移动 对 那一Mine的话呢 等于是1.6公里 所以呢 它如果3公里去 3公里就3000啦 有没有 因为以前那个当兵的时候 跑3000嘛 那跑的这个速度是10分25秒 很厉害了 10分25秒算可以跑前5个了 如果3000跑10分25秒的话 那它的时速就相当于多少 英里是10.8 但是公里的话就再乘1.6 大概就时速大概就16多了 哇 那快跟骑脚踏车差不多了 骑脚踏车快一点的话 可以到20 30啦 可是人跑的速度可以跑到16 已经算是很快很快了 OK 因为我记得我那时候 当兵的时候 跑大概还要跑12分多吧 我的印象是这样的 我已经可以跑到 我们50几个人 里面大概跑 差不多前10个有啦 OK 所以这个速度 所以要输入三个东西 结果要把它的时速 几英里算出来 这个地方怎么做 画面再还给各位一下 OK 所以知道一下题目 然后你就可以思考 输入会有三个 所以会有三个input 然后output的一个 就print的一个 结果就可以了 你就把计算的公式 直接就print的出来 所以理论上 应该没有意外 就是三个input的三行 再加一个output的 print的一行 顶多是如果你计算另外写 就是再多一行而已啦 OK 理论上应该不会超过 这个行数 所以可以先思考看看 刚刚的那个答案 其实如果你要参考的话 云端百反上面 我也有放那个解答啦 当然尽量你参考为主 尽量不要用直接复制贴 因为程式真的没几行 最后的话你check一下 看有没有做出来 跟这个题目要的 是一模一样